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五间总结 我是李慧怡 和大家看看内地和香港股市中午的收市情况 内地股市普遍向下 湖深300指数中午收报4902点跌77点 深圳成分指数中午收报13547点跌190点 上市综合指数中午收报3376点跌40点 港股方面 行指中午收报28623点跌276点 各企指数中午收报10831点跌168点 大肆成交半有683亿 这个环置嘉宾有Samuel Samuel 你好 和大家看看市况 看到隔晚美股 美段回软 纳指更加跌1% 科技股有股额 香港这边的科技股都有股额 港股昨天升超过400点之后 今早早轻微低开之后 显著继续向下 最多跌300几点 半日跌200多点 好像跌昨天的升幅 似乎日升日跌的格局又出现了 港股是否欠缺趋化制 暂时也是 至于你看到今天半日的成交两方面 都叫做600多亿 全日除了 相信和过去这几个科技股一样 都是维持 最多是1400至1500亿左右 其实真的没有太大的方向 而且北水方面 仍然是叫做 不是太拥药 今天的上半周 正流入大概只有1亿左右 而且互心两市方面 那个走势仍然是很不同的 上海方面 连续第四天 叫做在沽货 所以大家在这些情况方面 就需要叫小心一点 整体就是没有看到一个 互心一起叫做 来捞货的这个情况 都影响着大家的气氛上 就不是真的那么敢 在这些水平 叫做入市 昨天也跟大家提过 就是 恒指虽然不是很规律 一天升一天跌 但是整体 都是维持 捉住在28700 或者28800 这些水平 那其实十天线 和橙色的二十天线 都是捉在一起 你说近期 都没有什么 正面的吹发劑 或者你说可能A股方面 仍然是叫偏弱一点 上证始终是受制于3400 这个水平 今天的跌幅是更加深的 整体也叫跌过凌%左右 所以你说过去这一段时间 参考A股的指数 或者就这样看恒指的走势 都见到它没有什么 真是叫做成功 是叫做站得稳 在一条橙色的二十天线上面 所以你会见到过去这几个星期 就算一碰到 只是升一两个交易日 就很快被人打回来 那这一段时间 可行地 就是你说成交量方面 不是真的这么配合 所以你说即使跌市 或者你说可能跌三四百点 但是成交量方面 不是真的有这么大的 增量配合的话 就未至于很悲观 所以就归纳为 仍然是处于一个代变的状态 或者都仍然是 暂时没有什么一些方向 未至于仍然 主导的因素 都是叫做A股居多 你见到美股方面 即使你说道指标普 是叫做继续破顶也好 其实恒指近期 都不是叫做点根 所以A股的参考性 算是叫做短线来说 比较多一点 A股的影响的因素 有机会就是你说 未来月中至到月尾左右 中央的政治局会议 都会叫做举行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当中会不会叫做 有一些受惠政策利好的 一些板块 到时才选择出来炒 或者你说近期 都有一些公司 开始叫出一些营起 或者你说出业绩 可以叫做留意 个别企业的数据 美国方面的一些大型银行股 其实刚刚出完第一季的业绩 都算是叫做不错的 所以大家可能会叫做转为 留意一下一些 个别出业绩的股贩 就变成了 都仍然是叫炒股不炒市 是的 后市即是没有什么方向 都可以参考A股 都跟Samuel看了一只供风 看到它发了一个营起 集团就预期首季 顺利是介乎4.5亿人民币 去到5.1亿人民币 比去年同期增加 介乎57倍 去到最多65倍 今早股价最多升2% 但很快到跌了 半天就跌1%左右 摩通上调了 目标价去到130元 挺挺好的 但是这份营起 又不是很帮手 半天都要跌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主要因素 其实你说 可能和去年2020年的业绩 都是有关系的 他们去年那份的数据 其实仍然是偏强 但是你说整体盈利增长的来源 就未来自收入端方面 反而他们在金融资产的增值方面 算是比较多些 这件事是带动到他们2020年的业绩 即全年的业绩方面 其实做得比较好的其中之一 所以大家就有机会害怕 你说这次第一季那份的数据 会不会都是因应相类似的因素 只是靠金融资产 就不是靠他们自己理业方面的 一些叫出售的数据 这件事会令到大家有些少的担心 所以你说到结果出来的时候 仍然是要依靠他们第一季真实的数据来看 我相信大家才会有信心 开始叫做闹火 即使你说以一些电池的炭酸理的价格来说 近期去到九万元一吨 其实相对来说 已经算是近这几年的高位 除了1617年之外 但是你说已经创近这几年的新高 但是你说股价其实都未是 即是叫做那么肯去跟的话 有机会就是之前已经叫做提前叫反映了 或者你说因应 上一年那份的业绩相对来说 就未是即是叫做那么受惠到 这个理价的上涨 或者你说他们在那个的收入端方面 增长其实就不是真的叫做那么显著 所以就好视乎今次这个实际的数字 究竟是来自他们自己一些理的出手 还是还是好像去年那样 靠一些金融资产 到时候结果很不同 相对来说就会 因应如果真的叫做升五十多倍 即是你说盈利升五千多个%的话 对于它现阶段的股值 其实就不是真的叫那么贵 你说AH股加起来 大概叫千多亿左右 所以你说假设可以维持到全年的盈利 都是这个增长 全年假设它们赚20亿左右 其实以PE来计的话 又未至于真是叫做很贵 增长仍然是还有一个空间 那些行业其实对于你说 碳酸铃的电池那个价格 用来做电池的碳酸铃的每吨的价格 都是有看过十万元一吨以上 所以九万元暂时 其实就未见了一个顶 所以在基本面上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叫做值得吸納的 纯粹就是大家在忧心中 会不会一来你说车近期 车股行得比较弱些 它作为电动车的一些概念 都会叫做跟着行的 所以会叫做行得比较慢些 而来就担心究竟今次这份盈起的实质来源 究竟是来自金融资产 还是他们自己本业方便 所以就会觉得你说要骂的话 其实可以考虑一下小柱 但是你说尽量就不要叫做 在业绩出来之前那一段短的时间 才叫做考虑部署 因为到时候波动性可能会叫做比较大点 所以要担心的 要不就你说现在担心一阵 要不就等它真的叫出了份业绩出来之后 看到实质数字是怎样才叫做决定追 近期你说98元或者97元这些水平 即是十天二天线 还行了一段时间 我相信暂时都算是守得挺稳 在这些位置可以叫做考虑小柱吸纳 但是刚才提过了 时间点方面 要不就现在开始博一博 拿到业绩之前 要不就等到业绩之后 出完来再看数字 之后才决定追不追 谢谢Samuel这么详细的分析 大家也可以参考他的意见 也可以少住在这些位级纳 留意时间 和Samuel申报 刚才提到股份有没有持有的 没有持有的 谢谢你 这个环节时间差不多了 稍后回到其他直播环节 稍后见